今天我们哈尔滨是咳冷咳冷的了 嘎巴嘎巴的干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奋斗荣姐 请我妈扒出来手出去去 妈还在医院傻样了 今天咳冷了 我们哈尔滨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过年就没有暖和天 今天是26度 过两天还要达到30度的时候 现在 我们这 CT 做CT的人 好像没有以前多了 没有以前多了 没有以前 这我妈住院的时候人多了 从这儿进去通往急诊的 有一些我妈住院的时候 就是这两边全都是床 现在你看打针的人呢 也没有那么多了 大厅里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急诊室里面呢 门诊里呢 也不像原先呼着那么多人了 急诊室的人和这个牌子 这CT的人已经明显的感觉了下降了 和担架上躺着的人呢 依旧是老人家 终于高峰期过去了 人们也就回复了正常的看病 就平常正常看病也是这个样子啊 医院里已经看不到那种很紧张的氛围了 出院的结算手续在这里 叫号排着 这一叫完号了 咱前面还有18个人呢 还有18个 等着吧 这面呢是办住院的登记的 住院登记的人也不多了 真的是可喜可贺 就证明 这波高浪一样的散去了 一个月前呢 全国呀 就像刮起了一阵阴风啊 呜一下子 咳哪哪都是病毒啊 医院呢 人满为坏 都是老年人 现在这股阴风好像散了 感染了一波就有基础病的老人家 这一波阴风就散了 希望不再有疫情了 哎呀 这推过来一个好像是危重症的 这氧气瓶呢 往那个病房 现在网上又有好多人在说春节呢 是第二波的疫情高峰 然后大家还是得注意 还有说第二波第三波已经没有了 疫情完事了 就 起码疫情结束吧 帮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 这场疫情来势汹汹啊 真的是很可怕 我妈妈出院 有一个月了啊 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吃东西特别费劲 然后她也不吃拒绝吃 也没有烧也退了 也没有什么 需要太多的抢救的这一些 各式医院 到日本就要回家了 这个疫情这对于老年人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年轻人抵抗力好的就躲躲就过去了 我妈妈楼上有一个邻居也是有基础病的 今年就是59岁 哎呀前天才知道没了 没了 非常疫情啊 躲走了很多这个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的这个生命 太残酷了 还有几天就跨入2023年了 新闻2023年开始 所有的疫情都消失 世界太平 国泰民安 老百姓安居乐业 每天都能乐乐呵呵的 不求大福大贵 只求健康平安 谢谢您收看如今的视频 明天见